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全环九七对战 由世界冠军皇军对战炒鸡烈 那么他大猪首发直接被炒鸡烈一个你想敲晕吗 还差一下晕掉这样大猪这么长的血量 完全被一套带走 而且是perfect啊 所以大猪的晕值非常高 炒鸡烈多打了一个清水 如果正常的角色啊 炒鸡烈这一套三下就敲晕 好我们看看二发的动胀 炒鸡烈这边是想找一次 荒咬打倒的机会 好cd进身原地卡身外 他为什么那么远的距离跳cd呢 他有足够的反应时间等对手ab 完了完了完了很秀很秀很秀 动胀也要晕 还ab没有朝上 但是现在 黄老板的起身印象背向倒地没有 防好啊防错了 昨天小伙也是背着秀的一塌糊涂 所以说这一下 炒鸡烈是要翻三吗 老板还剩下一个非主流的罗伯特 做好防御 空防打击投掷打一脸 别着急 旋转腿 炒鸡烈这边呢 还是想连环的连跳 就是被流鼻涕吹回去 你刚我也刚 还想打你像小老弟左右折 左边右边 左边防错了 冲心踹 战C打成残血 直接反射腿磨死啊 这时候应该是 炒鸡精起身想钢cd 没有钢 也可能是想把能量留给马力 好我们看看怎么说 一个站中拳 罗伯特对马力 下盘直接下一曲 就逼杀 超杀 nice 但是这个超杀啊 就是打血量非常少 马力死不了 这是打成残血 你看打成这个残血 一个清拳就带着我 调皮力模拟一下 然后跳清腿 这样黄老板轻声见到了克里斯 如果这把能完成 反三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素材 好我们看第五回合 这个克里斯正好上来没有气啊 如果偷到黄老板的打击头 不能形成有效的高伤害 就没有大蛇屁 克里斯全靠这个高伤害的大蛇屁呢 这也不入价 留鼻涕 好直接全成打击头 这样没有气 不要担心 特中腿二折 把防住下盘 再留鼻涕 下臂 反右中腿 跳回对峰 来个打击头他就死了 漂亮 直接反三 救你吗 别忘了点赞